第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沟的铁蹄不断蹂躏着中国大力。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无数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抗战名将,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其中更有不少人血洒疆场,一身殉国。 他们都是谁?留下怎样的英雄身影? 天涯共死时,带您走进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为您呈现抗战名将的传奇往事。 黄埔军校,匠星云集,陈庚为何能脱颖而出? 蒋介石品家,此生貌似温弱,能带兵。 神头岭,非同寻常的福西阵地,陈庚率领的386旅创作了怎样的战场奇迹? 当时在这个神头岭的大力,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在山西这个战场,那是很了不起的。 面对疯狂反扑的日军,陈庄冷静了陈庚,给日军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 吃了个败仗,丢了六个大败。 在儿子陈之剑心目中,对父亲辉煌的过去,拥有着怎样的感人评价?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正的老共产党人。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为您讲述抗战名将陈庚的精彩往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位智勇双拳,战功赫赫的人物,他就是抗战名将陈庚将军。 他曾经带领的386旅,一度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以至于日军打出了专打386旅的标语。 那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回顾这段历史,有请两位到场嘉宾,欢迎您。 您好,请坐。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气焰愈发嚣张,在淞沪会战爆发的同时,日军怀着灭亡中国的妄想,大举增兵华为。 危急时刻,蒋介石宣布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展开。 随后,由陈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1军,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 1937年10月,国民党第二战区组织的娘子官黄玉镇第八,出现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日军。 在当时的日军指挥官看来,突破这道防线,直日可待。 此时陈庚和他指挥的129师386旅,也正严阵一带,准备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当您陈庚是如何来到山西,后来就成为了这个386旅的旅长。 我父亲改,当这个八路军是由红军改变过来的。 在这之前呢,长州以后,到了山北以后,他是抗日红军第一师的师长。 所以他是以后再整编,以后他就带着原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师,改编成一个旅。 129师386旅。 他下面有两个团,一个771团,一个772团。 771团是红军的一个师,缩编的。 772团也是红军的一个师。 红四方面军,这两个都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结果就打了一圈。 打了一圈,没有败仗,所向批民。 红军到达山北以后,他这个紧接下来就是刚才说到的, 就是先第一次东征,东征那个时候还没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呢。 在八路军之后这一段时间,几乎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他一直是在第一线在指挥作战。 陈庚指挥的部队堪称净率, 但他们面对的日军都是机械化部队, 行进速度非常快。 依靠装备和训练的优势, 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让国民党军队苦不堪言。 此前,与中国军队交手的经历, 让日军觉得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为了能够尽快消灭山西战场的抗战有声力量, 日军决定另外分兵一路绕行河北山西交界, 为之险要的长生口。 两路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形成夹击之势。 日军一旦扑向长生口, 将与陈庚的386旅遭遇。 面对这一情况, 指挥部内陈庚看着军事地图上的长生口一带陷入沉思。 从实力上来讲, 他的部队无法正面抗击武器装备上有着巨大优势的日军。 他亲自带着参谋部, 了解了长生口一带的地形之后, 陈庚决定利用地形地矿熟悉和群众基础良好的优势, 对来犯日军采用伏击杖干扰日军的部署, 帮助国民党在军队出围上争取机会。 当时日军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进入山西以后, 国民党的军队叫二战区, 司令是阎锡山, 副司令是魏力皇。 阎锡山带着晋军一个军, 一个集团军, 魏力皇带了一个集团军的中央军, 正在山西的心口那儿和日军激战。 日军当时准备打太原会战, 要进攻太原, 然后又退到后面来, 在心口那儿挡住了日军。 是五万关东军, 国民党的总兵力当时是二十三万, 打了二十三天, 算顶住了。 同时呢, 还有几路从别的地方打进来。 在长生口的这一路日军向西, 准备穿过太行山侵入山西。 1937年10月21日深夜, 一队队动作敏捷的战士, 在陈康的指挥下, 趁着夜色掩护, 迅速埋伏到长生口南山的伏击圈内。 十月份的太行山, 深夜已经十分寒冷, 战士们的双手已经动得通红, 但行进的部队没有一丝声响。 十月二十二日天还不亮的时候, 日军的车队开进了伏击圈内。 陈庚率领的386旅, 在长生口打响了他的抗日第一枪。 那次我父亲第一仗在长生口, 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 就娘子关那个地方, 就想在袭击一下这个日军。 他们的装备太厉害, 另外训练有素, 所以一开始不敢打大仗, 就在那个地方找了一个地方, 伏击了他, 叫长生口那个地方。 回到那儿, 我把奉命去干扰, 就是袭扰日军的部署, 这样打掉他一个完完整整一个工兵连, 一百三十人的一个连队。 陈庚率部, 在第一次与日军的作战中, 趁着夜色伏击日军, 取得了宝贵的胜利。 抗战名将陈庚的人生经历, 大半与战场有关。 1903年2月, 陈庚生与湖南相乡, 他后来能成为一名个性鲜明, 又颇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家, 背后有着深厚的家庭影响。 他的祖父陈奕怀曾是乡军将领, 半生忙于征战, 卸下归田后, 为陈家购置了一份不薄的产业。 其父陈少淳凭借勤俭持家, 家道日兴, 此外, 他还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年少时, 陈庚最喜欢听祖父讲他的经历, 前一幕发现, 在他心里种上了浓厚的军人情节。 1909年, 聪明灵力的陈庚被送入了私塾, 开始了读书求学的经历。 那这样的一个出身, 他后来是为什么会投笔从容了呢? 因为我祖父是个地主, 有点文化的地主, 他从小在家里头就开了个私塾, 我父亲念了两年私塾, 然后他就把他送到了当时香香的东山学堂, 去念那个新学的小学去了。 这个学校很出名, 毛主席就是那儿了, 我父亲兄弟都在那儿念书。 一句话是说, 他跟毛主席在同一个学校读过书, 第二句话是说, 跟彭德怀在一个团当过兵。 出了好几个名人。 以后他念着念着, 他就不干了。 他就去参军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祖父逼婚, 他才十四岁, 就让他结婚, 而且给他找了一个大家闺秀。 银诗和写字都比他棒, 年纪也比他大。 他就没入东房, 他就跑了。 跑了就去当兵去了。 无乡不成军, 乡乡是乡军的故乡, 他就投奔乡军去了。 乡军当了四年兵, 当了四年兵以后, 经历了对他军事生涯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的士兵阶段 是在乡军里度过的, 而且不是个和平兵。 那是老军阀混战, 他打了四年仗, 经历了士兵的所有军衔, 最后升到上市。 以后就看军阀部队, 还顺便说一下, 那个团, 彭老总是那个团的一个营长, 尽管陈庚从小受家庭影响, 有浓厚的军人情节, 然而当他真正进入到乡军部队, 事实并非自己想的那样。 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 带来的战争惨况, 使他决心离开。 1921年, 18岁的陈庚离开乡军, 摆在陈庚面前的是一副全新的生活图景。 他来到长沙, 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 大量阅读进步书籍, 参加进步革命活动, 逐渐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乡区委员会早期领导人有了接触, 信仰上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24年, 黄埔军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徐员, 陈庚受组织派遣决定, 报靠黄埔。 看到这个军阀部队的黑二, 他就跟着他们那个团长, 很受气的, 很能打仗的一个家伙, 他们俩就退伍了, 他就跟着这个团长退伍了, 退伍以后到了长沙, 那个团长就给他找了一个铁路职员的工作, 挣钱不少, 他就有钱有时间, 就开始自学文化了, 他上了毛主席那个自修大学, 又上了好几个学校, 他是夜校, 最后是补习了, 基本上把中学的课程都学完了, 然后还学了英文, 那英文居然不错, 到了黄埔军校还用上了, 在那也接触到共产党了, 接触到共产党以后, 就受共产党的影响, 就在1921年他就申请入党, 人家说你是地主家二少爷, 该多考验你一年, 成分不好, 结果考验了半年, 就在22年就让他入党了, 22年年终入团和年底入党, 然后在24年他就党组织派遣, 他到湖南, 到广州上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事院校, 这里是青年一代的革命熔炉, 而在黄埔一期众多才华横溢的学生中, 陈庚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作战身先士俗, 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可谓是当时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优秀学生, 这张年轻的军人照片, 就是陈庚在黄埔军校期间的流营, 1924年21岁的陈庚在黄埔一期学习期满, 因成绩出色, 毕业后留校, 任第二期陆武生连长, 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这位黄埔一期的优秀学生, 被校长蒋介石视为得意门生。 他进黄埔的时候有那么三个生分, 一个是一个老兵, 打过仗的老兵, 一个是一个中学生, 那会儿中学生, 中专生, 师范, 再加上他又是个共产党员, 所以进去以后就, 再加上当然还有他自己脑袋比较聪明, 所以在黄埔军校干得不错, 学得也不错。 在那个地方是接受了军人的基础的那些训练, 等到后来,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期间, 他在军事指挥上, 在这个就是对敌清敌果情况的研究上, 那都是很有造诣的。 在那个华民册上, 蒋介石在他的名字旁边有评价的, 此生貌似文弱, 但刻苦坚强, 能带兵, 那意思将来也可以带兵了。 这是他优秀, 我觉得就是有点名气吧。 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加入黄埔的学生军, 在第二次东征, 东征是两次, 第二次东征的时候, 他这个学生军就真成了军了, 他弄了三个诗, 有一诗是周恩来当党代表, 我父亲在二诗舞台当连长, 这个诗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组成的学生军, 所以里头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共产党员, 所以都是作战非常有关, 就不是共产党员的这些学员毕业的时候, 他们都是满怀着爱国热情。 然而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 由于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陈庚可以自由地出入蒋介石的居士, 1927年2月的一天, 作为蒋介石侍从副官的陈庚,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无意间搬到了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里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册子里是名字就是黄埔生中间的共产党的名字, 共产党员的名字, 一翻看到陈庚他自己了, 那点了个红点, 此人系共产党, 不可带兵。 然后他就去马上去找周恩来去了。 他说他不是左派吗? 都认为他是左派当时。 怎么说我不可带兵呢? 不信任我呀。 因为是共产党都知道。 他在政党、清党的时候, 他公开承认我是共产党。 好多共产党学员都承认, 这个都轰走了。 他说这样, 你试探一下, 你问问他, 你说你父亲病了? 给他请假去。 看看他什么态度, 我父亲就去了, 找他蒋校长, 说我父亲病重, 我得去看。 因为这个过去就是会当官的, 要有丁优一说。 他那样倒不是丁优了, 但是他就以这个为借口来试探一下。 蒋介石不白给, 很聪明。 他说不对, 不是你父亲病了, 你一定是看了我什么东西了。 也很警觉啊。 那这样吧, 你要走, 我知道留不住你。 给你一张这个委任状, 命令你当学员队少校队长, 同时端了一盘子银元, 你走过, 你去丁优去吧。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钱就到上海去, 找到了上海底下的。 陈庚离开蒋介石不久, 1927年4月,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 陈庚立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 1927年8月, 陈庚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 从此走上了与蒋介石兵龙相见的革命道路。 离开了黄域军校之后, 陈庚在周恩来的引领下, 于1928年4月, 记录中共中央上海特科工作。 1933年3月, 由于叛徒的出满了陈庚被捕, 随后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孙庆林的努力下, 历经进行, 陈庚终于脱离湖口, 来到了中央苏区, 并参加了随后的长征。 长征过后, 陈庚担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 陈庚率部参加改编, 也就有了长生口伏击日军, 于日军开始第一战。 长生口伏击胜利之后, 没过多久, 转眼间到了1938年初, 入侵山西的岳军叫嚣要踏破太恒山。 他们以免攻夺靖东南城镇要地, 以免沿寒长大道长区附近, 进攻凌本。 此时陈庚敏意地意识到, 寒长路已经成为岳军一条非常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 岳军必定要加强军力。 而就在这条运输线上, 有一个重要的八路军后勤基地, 那就是黎城。 黎城和鹿城都是长治市的下面两个县, 这个黎城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我们八路军的后勤基地, 那有三十多个工厂, 另外华牙洞兵工厂就在黎城, 鹿城呢是日军开始还占领了, 他那儿极有重兵, 要他老想打咱们的黄牙洞, 那冰工厂在那儿呢。 为了破坏韩长公路日军补给县, 保护八路军的兵战和兵工厂, 1938年3月, 1290市长刘伯成制定作战方案, 以769团对黎城实施袭击, 吸引陆城的日军前来支援, 由386旅在陆河村地区埋伏殲灭原地。 作战方案确定后, 权旅就开始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 然而在作战指挥师内, 386旅旅长陈庚内心却思虑重重, 这样重大的任务交到自己手上, 说什么也得完成, 而且得完成得漂亮。 在战前讨论会上有人提出, 从军事地图上看, 神头领地势陡峭, 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可是当部队定下来伏击地点之后, 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 后来据说带着这个士兵到实地, 勘测地形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 发现了什么问题? 从地图上就看不出那个地方适合伏击, 所以大家就讨论这个地方不能打, 我父亲就领着所有的团长, 还有司令部的作战参谋, 你们谁去过? 大家说没去过, 那他们就不要乱说了, 到县地看一看, 一看确实是在一个山背上, 它不是最高点, 也不是最低点, 山腰上, 分缓的一个坡上有一条公路, 这条公路是一个老公路, 那都铺着石头的, 是古路,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个运输线了, 在这儿伏击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地形不适合附近, 他说你们看见那个公路两边有两道战壕没有, 大家看, 是有, 近的离公路只有三米, 远的也就是一百米, 回去以后他们就讨论, 他说这个地方可以附近, 就利用这两条旧战壕, 我们把部队埋伏在这儿, 因为按照教程, 伏击应该距离四百米, 这个距离一百米到三米, 太近了, 只要我们隐蔽的好, 这个才能达成突然性, 在这个地方不可能伏击, 但是我们在那儿埋伏着重兵, 出其不意, 他很怪, 他用的是一个团的完整的装备, 还有一个团全部是红银枪, 大刀, 叫补充团, 他这两个团加起这个中间的日军, 这两个团加在一起两千人, 最终陈庚决定, 利用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的, 国民党废弃的攻势, 将部队隐蔽其中, 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1938年3月15日夜, 即神口岭战役的前一天, 陈庚在日记中, 这样描述了, 部队沿山路, 朝伏击地行进的状态, 明月当空, 照耀如同白昼, 好像是为我们这次夜行军特别准备的, 夜行甚碎季, 不分欧里声与咳嗽声, 只有脚步声, 马蹄声, 踏着碎石声, 与上山的几船声, 相应和, 上午九十曲, 阳公离城的战斗打响, 驻守陆城的日军, 接到离城日军的球员电报后, 果然派出主力部队两千余人, 请神口岭向迷城进发。 这两千人说可以啊, 因为是自重部队, 运输部队, 这是他的补给线, 平时大摇大摆的, 他不拿这当回事, 当然他这个还是按照, 日本人的规矩还是懂的, 出来以后, 先派一个骑兵班, 在那当监兵, 距离本队大概两里地百, 一千米左右, 他先来侦查, 他来的时候, 朝两边看, 远处的山上, 因为按照规矩是在山后面埋伏, 等了进入伏极圈, 我从山后到前面来, 先是火力打击, 然后就冲锋带冲四百米, 才能冲到公路上, 结果不是, 那个山远的是, 但是他怕那里头有伏兵, 结果没想到, 就在他脚底下就有伏兵, 那个尖兵还下了马撒尿, 尿都尿得我们最近那个战士头上, 都没有发现, 这些人都被发现, 这个来复得很好, 严令他们不许乱动, 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许动, 当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伏极圈后, 386旅的指挥所发出攻打信号, 平静的山羊瞬间变成一座火山, 成百上千的手榴弹在鬼子们的脚下炸裂, 硝烟之中, 战士们从公室里草丛里奔冲进敌群, 向敌人奋勇砍杀, 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尽管日军的这支增援部队装备精良, 战斗力极强, 但是由于山梁狭乱, 仓促之间根本排不成战斗队形, 火力无法施展, 只能充满反抗, 最后呢就发下了命令, 开始攻击, 所有的战士一起, 一人一个手榴弹就扔过去了, 那个用不到多大劲, 最近的才三米, 最远的才几十米, 手榴弹丁的光荡一炸, 把日本人就炸懵了, 咱那会儿手榴弹还差, 一炸两半, 炸不死神, 大炮仗, 因为黑火要的, 是, 国民党给的那好手榴弹不多, 但是一下子把日本人就炸懵了, 脚底也蹦出这么多人来, 拿着就上来了, 拿着这个, 他们不怕拼刺刀, 他自认为他们的刺刀拼得好, 他怕咱们的红银枪, 这个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一米六, 算上刺刀一米六, 我们的红银枪将近两米, 这样的话, 咱们就三四个人对付他一个了, 咱们两个团打他一个连队吧, 大概是, 一个连队加上运输部队的前码人, 这样的话就三四个人围着他一个, 你把子弹退光了正好, 打你一枪你就倒了, 就够了, 所以一下子把他公路上的都消灭完了, 他跑了一个班, 一个班跑到神托村里去, 然后又用了一个牌把那个班打掉了, 这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消灭日军, 一千五五百多人, 神头领一战, 部署精细, 出击及时, 展现了陈庚运筹帷的指挥能力, 这一战打得酣畅银礼, 胜利的激动和喜悦, 弥漫了整个神头领, 时任1290参谋长的李达, 就要摇会386与凯旋的状态, 扛着缩镖的战士们, 战斗之前, 每人都写了一个毛子枪, 换鬼子38式的小条, 挂在缩镖上, 待他们从神头领上下来时, 果然差不多都换上了38式, 这张照片就是陈庚在神头领战役胜利后, 脚破的东洋马, 此时在他脸上洋溢的是上瘾的喜悦。 所以您怎么看在神头领这一战, 就明明这个地形是不太利于打伏击战的, 神头领打完以后, 那应该是在这个1290战士上, 非常著名的一战, 这个战呢就是说, 你说是不是伏击战, 是伏击战, 也是我们事先迈腹好队伍的这样一个作战, 但这个作战呢, 它又补通于咱们前面说到的有些另外的那种伏击战, 就是真的在两山加一沟, 在那个沟里边, 我朝下打, 你批行官打不就是在两山加一沟地方打吗? 这个地方不是, 结果最后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么近的地方, 咱们的人埋伏在那里, 这个出其不意, 在敌人过来的时候我才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 386里这个战士非常顽强, 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团, 那个补充团, 他在这个作战过程当中呢, 就说他没有热兵器啊, 他那是冷兵器, 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 剩下都是大刀长毛, 紧身格斗的话, 你进不了身, 我就把你给撤掉了, 加上日本人退掉子弹, 咱们那个八路军战士应该说还是很灵活的, 你这时候你没子弹, 我这个时候我要离你那么近的时候, 我像枪比人一样, 我一枪打下去不就把你打倒了吗? 对,一次战就够了, 当时在这个, 这个是伸头岭打下来, 应该说, 这在当时的在山西这个战场上, 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战, 日军对于386旅也是恨之入骨, 甚至在他们这个军车上还打出了一些字, 装甲车上写了条标语, 专打386旅, 这个是前辈们跟我们讲过的, 我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团到日本去考察, 在九州那个地方, 在饭馆里吃饭, 也有两个老头在那听着, 大概他懂点中文, 呦, 你们是386旅的后代? 我们说是啊, 那我得请你们吃饭, 我们跟386旅打过仗, 交过手, 还打了几个仗, 都是挺硬的仗, 把日本人打破了, 抗战初期, 局部的胜利, 无法阻挡日军的整体进攻, 在日军的大局压迫下, 根据力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尤其是1940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之后, 日军遭受重大打击, 开始以铁壁河北, 反复河基的战术, 慌慌向探越根据地进行报复, 扫荡之前, 钢村宁寺向东京参谋本部发口说, 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备税作战, 不祥即亡, 第一, 东京参谋本部非常重视钢村宁寺这一节作, 特从各地抽调一批军官, 组成战地观光团, 由少将旅团长, 不顾直臣带领, 前来太阅前线观战, 这支特殊的观战部队, 万万没有想到,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那么到这个1943年的时候, 就是说那时候又出现了一支比较特殊的部队, 也是引起了这个承耕的注目, 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有什么特点, 在近东南这一块, 是我们的, 近, 近东北这一块呢, 已经被它占了, 连太阳都占了, 港村宁寺呢, 认为山西打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呢, 它也叫模范区, 因为冀中是它的模范区, 它在河北搞的模范区, 山西也搞了个模范区, 就是我父亲当时的太阳军区, 太阳根基地, 他认为把太阳占了, 太阳县城, 我们就, 那就是模范区, 然后呢, 实际上, 然后就派他的, 他有个, 搞了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的一个大队, 日本校官以上的军官, 坐着那么几辆大卡车, 就是要到庆园去建学, 这个时候就被我父亲在林芬情报站送出来的情报,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校与上军官的参观团, 叫占地观光团, 大概有不到二百人, 正好这个王进山是副旅长, 带着一个团保卫延安去了, 因为他们打完山西, 他们就准备打陕本陕西了, 就要准备打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了, 这时候他要说, 要吹嘘他的成果嘛, 就弄了一个团, 一百八十名军官, 都是左官, 其中有一个少将, 六个大总, 战绩稍纵即逝, 陈庚火速命令, 正经过洪桐县准备赴延安的王进山中段行程, 带领十六团在林芬公路上设服, 务必全监着日军战地观光团, 在设服区隐蔽了八个多小时后, 终于在土坡下的公路上, 张扬地插着太阳旗的日军车队, 大摇大摆地开进王进山预设的伏击圈内, 王进山用力一挥手, 两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 瞬间几枪手榴弹如风暴一般砸向公路上的敌人, 六连击中了近百枚手榴弹, 一股脑地投上了车队尾部, 所以后两辆汽车瞬间燃起了冲天大火, 动弹不得, 并且完全堵住了后车的道路, 这一战共击毙越军左官一百八三人, 其中少将旅团长一人, 大左连队长六人, 这个战地观光团没有看到梦想中的胜利, 就早早地命丧黄泉, 怎么消灭了这个战地观察? 那个地形也是一个不太容易打伏击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也去了, 就一个很平坦的地方, 那又是一条古路, 那古路走了上千年了, 这条古路都沉着沟里去了, 山西省的洪东县, 洪东县的韩壁镇, 那一出来就是有这么一段, 就是在那个沟里头, 那方便了, 他们又没防备, 他们也想到庆园去参观去, 庆园是泰野区的首府, 我怕那个泰野区司令部他在那, 一个营就埋伏在那了, 那会儿咱们的装备也好一点了, 王锦山, 王峰子, 人称王峰子, 那个打仗是不要命的, 从来打仗不隐蔽的, 就是那么个人, 他就说打不打, 来了个电报, 我说这仗要不打, 你还打什么仗了, 你赶紧打完了再走, 他就在那埋伏了两天, 最后把这180个鬼子, 跑了三个, 剩下全打死, 基本上是全奸了, 这样一个成果, 是不是对当时日军也是很大的打击, 那当然了, 最大的打击是港村宁次, 这是他组织的, 从五一大扫荡开始, 到现在铁馆大扫荡, 一连串的, 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 到这儿了, 去了个败仗, 丢了一个少将, 六个大作, 于是他的军部和天皇都发怒了, 把这个港村宁次调回东京, 天皇当面训诫, 同时给了他一个处分, 让他反省, 陈刚是战场上高瞻原主, 机智果断的帅才, 又是地下工作中沉着优秀的情报人员, 回到生活中, 陈刚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加上他性格乐观幽默, 即使在艰难时期, 他也常常能给紧张的生活, 带来一丝宛恶的气氛。 越是艰苦的时候, 他还是越幽默的一个人, 甚至有的时候是搞恶作剧, 他的政委本来高度近视, 看东西看不太清楚, 三千度, 三千度的近视你怎么看东西, 他经常就说, 你要没有眼镜了以后, 他就是瞎子, 什么也看不见, 看不见以后, 他就经常在那儿, 比如说, 他在那儿一跳, 跟着在后边跳, 跳半天, 结果是平地, 有一次打仗, 结果汪心廷的眼镜给打丢了, 打丢了以后, 这时候春宫绿长下个什么命令呢, 你下把我所有的团里头, 你们给我找眼镜, 无论是打仗, 还是地主老蔡家, 你给我找眼镜, 结果找来了一大堆, 多数是花镜, 根本不能戴, 这都成了这个散发溜里, 照眼镜都成了一故事, 他就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些事, 您呢, 您怎么评价陈宫将军, 这个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 简单说吧,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 真正的老共产党人, 这个评价我觉得非常贴切了, 这个人一个是第一, 在我看来, 他第一个这个人是对共产党的这种忠诚, 这很难得, 你说这个他经历了多少事实, 一直是不变的, 不变的是忠诚, 然后他呢, 这个才智, 那在才智方面, 我觉得他绝对是非常, 不能说是这个战争天才, 起码是这个方面的战争才能, 是非常兴朽的一个咱们军事指挥员, 再有一个就应该说什么, 说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一个有人格魅力的男人, 抗战中, 陈刚历任第386旅旅长, 太阅军区司令, 他不但注重战略把握, 也注意战术运用, 凭借出色的军事才华, 屡出骑兵, 痛击日军, 在太行山的崇山军领中, 创造了伏击战, 获袭战, 围困战的著名范例, 多次挫败日卫军骚当, 巩固了太阅抗日根据力, 在他的身上, 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 英勇顽强, 百折不挠,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又是请不吝点赞, 订阅语,